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今日接受网络节目云端最前线访问,在被问到庆富安时,他讽刺的说,庆富董事长陈信南在过去马政府八年期间到过总统府五次,还不如儿子陈伟志到总统府一次制裁政府时期,到底陈伟志是见到什么贵人可以立即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又立即调度拨款24亿,吴敦毅还拿出一张照片,一有所指的说,2017年6月10日基隆海安演习,陈庆南与蔡英文总统、基隆市长林又昌碰面,当时陈庆南可以越过闯入围安线内,并且晋升与蔡英文说话,不知道还有什么细节,我不知道。 吴敦毅在专访结束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进一步指出,依照他的经验与了解,陈庆南如果没有特殊考量,视镜不了为安管制线,怎能如此靠近蔡英文讲话? 而且那句话讲得很微妙,所以看这个图,像他讲的那一句话,那里面很多的一团就可以解决了。 但当听到媒体转述那一句话,朱奇说事情都有交代办了,吴敦毅却又立即澄清说,我没有听到这一段,我没听到。 吴敦毅并说,为何高雄银行会帮庆富做信用担保,这一定是有源源的,第一银行为何会帮忙连带? 一定要查是何原因,而且后来不足,陈伟智跑到总统府一次,国防部就调拨24亿元,他强调,总统府只查出陈家父子在马政府八年去总统府五次,蔡政府时期一次,说不定他这一年多,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呀,他有没有去查他到高雄银行多少次,到高雄市政府多少次,也没有查呀。 吴敦毅在专访时指出,高雄银行在103年11月7日开立,庆富于当年10月23日得标的旅约保证时期,4亿,104年9月8日第一银行就同意主办领带,这两个是很重要日期,而且重点是后来庆富出现状况,征信时不时在,军方调拨24亿元合不合理? 吴敦毅表示,如果要查庆富案,当然要查起头,也就是高雄银行,但他也强调,我没说,他有弊端,只是当年庆富得标后,才得二周高雄银行就开立旅约保证。 对于主持人询问,如何看待马政府时期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也曾在总统府接见陈庆南,吴敦毅回应,那些都不是我能知道的。 他并强调,陈庆南在那八年到总统府的五次,还不如儿子陈伟志到总统府一次更新时间14点30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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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